中共十大元帅的下场怎么样? 中共军事史上仅有十人拥有元帅军衔 他们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环、徐向前、聂荣贞、叶剑英 中共建政后的1955年9月 中共当局授予为中共建政立下战功的这十人以元帅军衔 按照常理来说 中共对于协助自己打天下的十大元帅应该是信任有加 然而十大元帅除罗荣环早事外 大多遭到迫害 有些甚至惨死 朱德是军队总司令 因在庐山会议肯定彭德怀而被毛批斗 1966年文革朱德也被打倒 下放到广州从话 1976年神秘病逝 彭德怀是毛的老乡 1962年大饥荒上万言输给毛 被批判 在文革命中被批斗 被指控为叛徒 后于1974年迫害中去世 林彪 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在1971年因密谋政变暴露 外逃并死于空难 死亡沉迷 刘伯承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 龙马50年 1958年说他军事教条主义受到批判和政治折磨 文革中最先被打倒 双目失明 于1986年逝世 贺龙两把菜刀起家 在文革期间被毛点名批判 其糖尿病和高血压病情加重 但贺龙怕毛不敢住院 最终含恨而逝于1990年 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 他与叶剑英 谭震林等人与江青等人 发生尖锐冲突成为二月逆流 遭到批判 后被下放到石家庄劳洞 1972年去世 罗戎环 罗戎环是第一个死去的元帅 1963年9月28日 审衰引起尿毒症 住进北京医院 于1986年逝世 徐向前文革期间被指责搞复辟 被抄家三次 文革结束后1997年逝世 聂荣贞在文革期间 因二月逆流事件被批判成 华北山头主义 1992年11月因新衰在北京去世 叶剑英在毛去世后 主导抓捕四人帮和邓小平付出 在文革二月逆流事件中受到批判 被下放到湖南 他于1986年因帕金森士病去世 结语 为中共夺取天下的十大元帅中的九人的遭遇 再告诉我们 在中共统治下 无论身处怎样的高位 都无法保全自身的安全 更遑论普通百姓 而这显然并非偶然 也为中共卸磨杀驴 兔死狗烹的做法 在中共建政后的包括三反 五反 反右 文革等历次运动中皆可见到 那些听党的话 为其冲锋陷阵的人们 都没有好下场 这不仅仅是毛为了巩固自身权威而为 更是中共邪恶本质使然 简言之 这样迫害所有中国人的流氓政权存在一天 就是身为中国人的耻辱